一同陪著重症小朋友切下蛋糕 賴清德大展親和力要他們勇敢 這次以副總統身份出席活動 有醫師背景的他一借票不能輸 端出牛肉賴清德當下給承諾 但臉上不禁有點愁悶 不曉得是否因為這事 大陸商務部提前對台 要展開貿易壁壘調查 原因是認為民進黨違反ECFA 直說就是衝著2024大選而來 國民黨侯友宜把球回丟給民進黨 這幾年接種動作大補藥 你賴清德又在吹牛 說你的GDP可以達到3% 你要對對來 端出數據要賴清德直球對決 等著他的還有民眾黨柯文哲 不管怎麼樣 藍白都要政府面對問題 好好跟陸方進行溝通 但此時美方在批准對台軍售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宣布 將對台出售3億美元的軍售 以支援指揮控制通訊電腦 為主的相關設備 這也是拜登政府第12度對台軍售 在選前的軍售案件 其實也代表了他們對於台灣 未來政局穩定的一個期待 美方的這步棋 自然也讓民進黨再打台美友好牌